這個27檔物底算盤 是商家做大生意 資金洪厚的身份象徵 是全球罕見 出產起明清朝時代 已經有超過200年歷史 這個形狀像琵琶的算盤仔 打開個盒內有乾坤 裡面原來裝有一把司馬稱一物兩用 而這一個就是民國時期 給小朋友找周用的算盤 於是他們大過會重傷 算盤是中國古代商業文明的象徵 曾被譽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 近年算盤的產量減少 令到年代九月的算盤 變得極有收藏價值 有商場趁著七一回歸假期之前 展出這一批古董算盤 比市民對朱蒜的傳統文化 認識深一點之外 更加可以親身到場 感受明清古董的魅力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鄭瑩報導